各位新聞大白話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黃陽明,波基老師 老師又來啦 老師今天要來講什麼 在進入主題之前,最近有不肖的網友在網路上說我長得像台北市議員梁文傑 有沒有搞錯啊,我怎麼會像梁文傑 我只是眼睛小而已啊 所以為了證明我不像梁文傑 今天我要把我的口罩拿下來 老師直接正面對決啊 不要再說我像梁文傑了 好 我們今天要來講 綠營最近的茶壺風暴 你看,這是什麼 8月24號 那一天老師收到了一封訊息 講什麼 行政院長鄭文蔡 海基會董事長蘇嘉全 監察院副院長李鴻鈞 李鴻鈞的軍還寫錯 內政部長潘孟安 交通部長林宥昌 行政院秘書長楊家良 這是在點什麼東西 內閣要改組嗎 結果咧 老師收到第二天 聯合報就報導了 九月改組嗎 鄭文燦要組閣 年輕世代接班 有沒有這回事 總統府說 發言人張敦涵表示 該則報導是一則未經證實的 不實訊息 假的 老師有講 你有沒有在聽 這種訊息 還可以被報導 所以我們的總統 蔡英文怎麼樣 出來否認 還在中常會特別強調 內閣沒有要改組 其實波基老師告訴你 民進黨光是蘇貞昌當院長 傳過好多次的內閣改組了 從2019年1月他上任以來 到現在已經傳過好多次了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傳言 因為黨內有人不爽蘇貞昌 什麼意思 不好意思 什麼意思 沒有意思 好我們繼續看 除了剛剛否認的那一個版本 那一天還有傳另外一個版本叫什麼 行政院長陳建仁 副院長是鄭文菜 衛福部長李應援 桃園市長陳時中 啊內閣團隊怎麼會跑出一個陳時中來啦 選桃園怎麼會放在內閣欸 很奇怪啊 陳建仁確實好幾次被點名要接行政院長 但是鄭文菜會去當他的副手嗎 那李應援大家看到他從泰國調回來 感覺受了一大圈 好 那這個版本的重點就在陳時中 我們來看陳時中真的有可能要選桃園市長嗎 那8月份12號 陳時中說什麼 3加11不是破口 啊基礎員諾富特都沒有社區感染 啊他突然講這個幹嘛 他不是說他要負責嗎 啊這個名單一出來 讓人聯想到 難道他們要把3加11破口的標籤排除嗎 你看 難道是為桃園市長鋪路嗎 好 繼續看 原來還有第三版 行政院長潘孟安 蘇嘉全李鴻軍前面都有 內政部長鄭文燦 交通部長林又昌 行政院秘書長施克爾 啊鄭文燦怎麼越傳越小 啊想不透 啊潘孟安可以做行政院長 啊林又昌為什麼只能做交通部長 啊一樣都是做八年的縣市長啊 啊到底這是怎麼傳的 但是還有第四版 新政院長又變林志堅啊 新竹市長林志堅啊 諸位發展部長唐鳳 海委會諸委管碧林 監察院副院長又變羅秉承 怎麼會這樣滿天飛滿天船啊 啊綠營內部到底在幹嘛 還是這其實別有用心 政壇現在有三大陰謀論 首先這個名單是行政院刻意流出 為什麼要讓鄭文燦不敢 來接手 第二 這是藍營見縫查證 故意放出製造綠營的矛盾 第三 這是桃園市政府要轉移負面新聞 什麼負面新聞 8月24號25號發生什麼事 高端疫苗開打 桃園有一位陸性作家注射疫苗後 就猝死 有沒有關係還要繼續查證 但是這樣的新聞 會讓民眾不敢打高端疫苗 於是也有傳聞說是桃園市政府要轉 內閣改組新聞有這麼多陰謀 哪一個是真的 老師不知道啊 因為老師不在乎陰謀是什麼 我在乎的是什麼 我在乎的是什麼 這件事情 總統清頒免改組金牌 蘇貞昌拿到免死金牌啊 確保至少安全做到年底啊 目前有可能蘇貞昌的改組 最有可能是在年底公投之後 或是明年農曆年之前 現在綠營在玩什麼把戲 我說這個叫後陰時期的四保 綠營四保 哪四保 蘇貞昌要保位子 蘇貞昌在黨內 支持他的人都希望他做到2024 做好做滿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排除 鄭文燦跟賴清德接班矛盾 只有他嗎 但是他在黨內 現在搞到人緣不好 支援一把抓 又不分下去 所以蘇貞昌最近跑狠奇 頻頻出現 就是要展現 他還hold得住 再來我們看另外一個主角叫鄭文燦 鄭文燦要保什麼 保他的未來啊 不管是接隔魁 不管是去選2024 他都想要有他的未來 為什麼 明年2022年12月25日 他卸任桃園市長 他就沒有舞台了 所以他要找到下一個舞台 所以他叫保未來 所以他叫保未來 另外一位2024的熱門人選 賴清德要保什麼 保平安啊 保什麼平安 他現在這是8月30號 到美麗島公布的電子報的民調 美麗島電子報說 誰最適合做下一屆總統 賴清德 賴清德 25.1% 侯友宜 22.9% 台北市長柯文哲 15.9% 鄭文燦 8.4% 朱立倫 5.9% 全部不及賴清德啊 啊賴清德領先 所以你看他最近很低調 只有去打高端疫苗 他要保持他的領先 就要保平安 啊最近還有一位喔 不在內閣團隊了 因為泰魯格號事件 下牌的前交通部長林佳老 他展開什麼 光和之旅啊 光和之行要全國走透透 他要做什麼 我說他要保暖 原本是被冷凍 現在出來解凍 還想要有持續有聲量 所以要保暖 2022他肯定會有角色 以扮演艱困選區領頭羊的角色 至於哪一個艱困選區 明年你就知道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 綠營的茶壺風暴的分析 老師講完了 記得到老師的粉專按讚 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新聞大白話 我們下次見